设定许多目标 却没有足够的动力执行 在行动和懒惰中徘徊 反而陷入了自责的恶性循环 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你们是否曾经想过 或许微小的改变 也可以撼动整个人生 习惯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小单位 透过养成良好的习惯 相信每个微小的累积 不只是得到复义效应的表面成果 而是对人生价值的确定 与自我的实现 大家好 我是原子习惯的实践者宋一慧 同时也是致力推行阅读的 这家评审策展人 我运用原子习惯教会学生们阅读 甚至突破惯性思维 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从我自身的经验出发 带大家一步一步实现 系统化的人生 课程的开始 我会先介绍原子习惯里的重要观念 帮助你运用自己的核心动力 让你感受到累积的力量 然后找到你的人生目标 贴上正面的身份标签 建立自动导航的系统 并且将原子习惯 结合子弹笔记的特性 轻松完成具体的小目标 帮助你养成高效的读书习惯 提高学习的效果 然后教导你有效的管理你的时间 解决拖延券的问题 让你的生活更加有条理 有目标 最后将你所学会的方法和工具 充分活用在生活 工作 人际 学习之上 一步步打造属于你的理想人生 左越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 由重复开始而非追求完美 我相信你也做得到 让我们一同走过这段改变的旅程 我是宋怡慧 我和生鲜石书邀请你 一起用微笑的改变 迈向巨大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